想一下今天帶一個活動部分 就很榮幸被邀請當一日店長 打放這個品牌我很想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是當然天然是第一個 那對於我而言是一個 其實也讓我自己從一趟法國回來之後 發現原來可以對自己好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也許就是所謂用的東西 可以好一點讓自己更放鬆 對我而言是一個蠻不一樣的改變 對我而言就是如何享受對自己好的時刻 就是用一些化妝品也好 甚至是一些保養品也好 那這些東西有沒有推薦給女性好朋友 是有推薦給女性好朋友用 像是誰 只要是女性的好朋友都會啊 那自己今天穿的這麼粉紅 然後又戴這麼粉的那天 是不是感覺都很夢幻 我瞬間 瞬間女性合謀多了一點 對 很不小心就會多了一點 接下來那七夕 這是不是也是蠻推薦給好朋友 送給好的一個 七夕要到了齁 對阿 謝謝妳提醒我 對阿 七夕情人節 那當然好我覺得 嗯 如果說如果說妳的女性朋友推薦給大家 如果妳的女性朋友是喜歡一些香精跟花有關的話 那妳非常適合來打發 是 所以七夕有感覺如何 七夕應該簡單過 你們剛剛講我才知道快七夕了 對 所以妳有沒有要送給女性好朋友 送給女性好朋友 總是要表示一點你知道 對女生的一些克服啊 不然女生都會基礎的 那如果給你們選 買給妳擦跟幫妳擦 妳們想要買的 都要阿 都要阿 應該應該 平常就應該要做了吧 喔 所以妳平常有在幫女性好朋友 就是買東西給她 幫她擦保養之類的 不會 嗯 女性好朋友應該都會自己買自己要的 那我們只要服務就好 對 那幫我們講一下 心事前台來 下日台的電影 你最近有哪些就是戲劇 又會去點出一些說話 我月底會 月底有一部國片會開拍 再過幾天就會應該會有 所謂的開進儀式 對 蠻這次很榮幸受到邀請 是一個蠻有 就是一個蠻 呃 應該是說她就是一個很 不好 我自己覺得是很不好拍出 拍出來的一個作品 就是有她的難度 那對我而言是一個 階段性的挑戰 那我們講一下 就是現在就是台灣的電視圈 好像長期有一些資金不足 有一些產品不好的一些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職劇場 好像有一些很亮眼的表現 你自己對台劇的為人 是樂觀的可以 對這場 一定要樂觀吧 應該一定要樂觀吧 因為 那戲還是一定會拍 只是如果大家的資金不夠 或是 預算不夠 然後也許沒有辦法完成大的東西 其實我們可以做小的 那職劇場不就是一個這樣的做法嗎 就是在有限的空間裡面去玩 那一樣可以有很亮眼的表現 如果從一開始我們第一步 我們是第一步嘛 我們是戀愛殺神暴 那接下來到花甲 但其實其實像江老師或是其他 像現在的五位八珍 其實都 話題 我覺得像職劇場他們已經有 嘗試做了一個很全方面的話題 就是 你連煮菜 你連搞笑的 你連家庭的 你連出病的都可以寫 可以寫的話 那我們何必再去 結局 就是縮減自己的創意 我覺得創意才是最重要 不在於成本大小 而是我們到底要拍成 這些很多演藝人 你是不是會被對岸挖角 就是重金挖角 你自己為什麼 因為你還願意活在台灣大片 因為他們還沒找我 其實都有找 開玩笑 我覺得 不是 不是挖角 我覺得你們都用一些很 太 我覺得那個太極端用詞 我覺得 只是對於其他的演員朋友 台灣演員朋友應該 都只是工作 我覺得對他們的演員 應該都是一個工作 那如果是演員 需要舞台 那他們去 不管是去中國表演 或是去新加坡表演 去日本表演都好 其實我覺得他們只是 需要一個表演的空間 那 這跟台灣不台灣 沒有關係 等於是說 只要是演員 他都應該是 是需要往外走 我覺得 只要是演員 都需要往外走 我也需要往外走 這集為什麼長期 就是會選擇留在這邊 因為 因為戲 剛剛好 剛好就是有 適合的題材 跟我想拍的東西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樣 哪一天 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沒有適當的 在同一個時間 那為什麼不可以去 為什麼不可以去 讓 我覺得最終的成品 都是要給觀眾看的 那不管是 現在這個科技 不管你在哪裡拍 你全世界都看得到 你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 重點不是哪裡拍 重點是你拍了什麼 重點不是哪裡拍 而是你拍了什麼 你拍給 你拍了什麼東西給大家看 你想從你的作品當中 帶給大家什麼 這是最重要 對 嗯嗯嗯嗯 你還想幹嘛 嗯嗯嗯 哈哈哈哈 想要你幹嘛 你自己有什麼 浪漫的事情嗎 就是像自己在七夕 你自己浪漫的事情 就是什麼 我是一個不浪漫的人 其實 對對 你們不要被 戲劇裡面的外表騙了 我不是個浪漫的人 啊 所以你不要想送禮物啊 我還蠻呆的其實 我還蠻呆的其實 女生有對你做過這種事情嗎 會啊 女生 我曾經有玩過桌迷場遊戲 就是 桌迷場遊戲 就比如說 生日生日的時候 對方會 在台北市 讓我去尋寶 全台北市 我大概跑了八個點 所以每個點會有小米 對 重點是回歸到最後 我才發現 明明是我生日 為什麼我要這麼累 哈哈哈哈 那就是 就是很好玩 他是去台北火車站的 某個置物櫃 然後 你要想辦法打開那個置物櫃 因為有密碼 那他就會給你考題 然後 你拿到的置物櫃裡面的東西 可能是一個 玫瑰花 但是你必須拿著那個玫瑰花拍照 然後打卡 然後你又要拿著裡面的字條 到下一個點去尋寶 所以最後 最後的 最後的 最後才能拿到我的禮物 真的 哇這麼浪漫 那你會給他什麼回饋 他對你這麼用心 沒有回饋 是抱怨 就是 我生日耶 為什麼我要這麼累 對啊 那自己平常是會講情話的情況嗎 什麼都不講 我還好 就是 我的口才並不好 就用行動證明 我在這方面的口才並不好 對 所以用行動證明 一些體驗的行為之類的 都還好 嗯 就用做的吧 就做的比較多一點 有做過什麼自己覺得很貼心 或很浪漫的事情 你到底想怎樣 哈哈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覺得真的還好 真的還好 我是不會說的 哈哈哈哈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哈哈哈哈